原标题 二战中赫赫有名的将军 各个都是传奇人物 美国元帅到格拉斯-麦克阿瑟 陆军五星上将 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从澳大利亚 一直打到菲律宾 转战千里 获得胜利无数 在美国陆军中确实有着非同般的地位 1944年 因为战功卓著 晋升为五星上将 战后1945年 赴1951年兼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 负责盟军占领下的日本的重建工作 并且反对同盟国处决日本天皇裕人 成功地领导了德国空军 戈林成为二战中唯一对希特勒 授予大十字勋章的将领 戈林名言是 枪炮会使我们强壮 而网友只会使我们肥胖 而戈林的失误在于极力推动 德国空军与英国展开空战 结果不列颠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英国投降 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 德国元帅卡尔邓尼茨在担任潜艇部队总司令期间 邓尼茨训练部队创造出令盟军文封丧胆的狼群战术的潜艇作战方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大西洋 腾给英美等国的海上运输造成极大威胁 但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盲目推行无限制潜艇战 轻视海军诸兵种及陆海军协同作战 令德国海军战绩平平 莫德尔元帅 号称希克勒的救火队员 战功卓著以顽强著称 1938年晋升少将 1939年到1940年四军参谋长和第16集团军参谋长 先后参加入侵波兰和法国 1941年指挥第三坦克斯闪击苏联 十月升任第41装甲军军长 一年升任第九集团军司令 终于希克勒敢于直言 以作战勇猛著称 1944年霍元帅先 先后出政东县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 以交土作战抵抗苏军的战略进攻 同年8月调往西线 任地集团军群司令 组织对盟军的防御 1945年4月 在鲁尔战役会败后自杀 苏联元帅朱可夫 苏军部最高统帅 四次荣英苏联英雄称号 二次获得列宁勋章 别称谓斯大林的救火队员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朱可夫 在诺门坎指挥苏蒙联军将不可一世的日军打得溃不成军 其后又指挥了莫斯科会战 列宁格勒会战 斯大林格勒会战 蒂涅伯和会战 柏林会战等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 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华丽的死草对朱可夫人帅来说永远是多余的 他苏联及库图佐夫之后最优秀的军事统帅之一 德国陆军级上将古德里安 德国装甲兵总监 古德里安将军被西方军界誉为坦克装甲兵之父 陕姬英雄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开创了装甲兵集群作战的先河 成为各国陆军纷纷效仿的对象 在对波兰 法国 苏联的战争中给予敌人移重创 德国元帅曼施坦因 南方集床军群总司令 制定并指挥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 他个人提出陕击法国的曼斯坦因计划 完成了史上最诡异的奇袭 直接造成后来二战的可悲历史 苏德战争爆发 率第56装甲军担任北方集团军群先锋 随后调任第11集团军司令 装战克里米亚半岛 攻陷塞瓦斯托布尔要塞 两战俘虏苏军43万余人 旋即晋升元帅军衔 任顿和集团军群司令 不久升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 几乎凭借个人之力在东县与苏军作战 战功卓著 延缓了德国的灭亡 后英与希特勒战略不一致被解职 曼施坦因元帅 善于指挥装甲部队大兵团作战 性格坚韧 目光远大 金鱼齐习和强公 是西方军事专家公认的纳粹德国军队中最优秀的统帅 德怀特戴维埃森豪威尔 美国五星上将 他拥有领微不惧的大将风度 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心态 平易近人的处事者里 不轻言放弃的决心 习协调上下级关系的能力在二战中无人能及 像巴顿这样桀骜不逊的人都能为他马首是瞻 可见其个人魅力有多高 艾森豪威尔也是格兰特总统之后第二位职业军人出身的总统 在美军历史上 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 龙德施泰克元帅 可以说二战德军高级将领中 此里算是最老的了 1938年他以陆军大将的身份退出现以1939 9月英希克勒的要求出现进攻波兰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 一举消灭波兰1940年先后任德军西县 A集团军群总司令西县德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德军在西县的所有作战 向后来的德军名将龙梅尔元帅 曼施坦因元帅都曾是他的下属 1941年到1945年他先后担任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指挥 为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合围战 基辅合围战服务苏军近70万人 后来出任德军东线总司令指挥在东线作战的所有战略集团军群 1944年西克勒又任命他为西县德军总司令阻止盟军登陆作战 1953年并使他是德军将领中唯一一个葛布托手套和西克勒握手的德军元帅 南斯拉夫总司令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 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仍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在苏杰斯卡战里中 铁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负伤的总司令 1943年11月 铁托被授予元帅称号 他不顾大国的反对 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 一年后 已发展到近百万人的南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配合 解放的贝尔格莱德 1945年11月29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铁托任联邦政府主席最高统帅 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世界军事实上 汉星将军也直接上书罗斯福 原因很简单 就是无法找出比马歇尔将军更优秀的人来主持大局 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思想缜密性格谦逊 在逆境中扭转世纪 指挥了山河海海战 中途岛海战 吉尔伯特登陆战 菲律宾战 一等海战史上有名的大战 取得了制海权 成就了美国延续至今的海上霸业 尼米斯将军精于海战 战术变化多端 性格温和 善与佣人 发掘了一大批优秀的海军将领 称之为历史上最优秀的海军统帅丝毫不为果